我的价格 就是你们这里所有人的信息 谁家有什么藏品 都给我写下来 如果让我知道谁 漏爆了什么 我会找他 单独谈谈 1 2 2 2 4 什么人 是我们宪兵队的人 他们怎么帮你 谁下的命令 是我下的命令 加藤军 这是宪兵队新任总队长 加藤昭平 你就是新任的总队长 有问题吗 没问题 不过我现在正在办案 没想到 会以这样的方式跟您见面 你这不是在办案子 你这叫抢劫 我这也是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即使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也不能违反法规 我不希望看到 跟今天同样的情况发生 否则 触犯法规者 不管谢谢 绝不过谢谢 是 我们走 送他去医院 是 我们的人办事不正 给你们造成了困扰 对不起 事情办得怎么样 别提了 这个大爷扬子实在是太狡猾了 我们分头去找的收藏家们 结果还是晚了他一步 那些收藏家的处境如何 很不好 我去找赵老板的时候 他的手指 已经被大爷扬子砍下来了 他们都在想 怎么才能逃脱日本鬼子的魔招 这些收藏家们 说和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就算把宝贝毁了 也不愿意宝贝 落在日本鬼子的手里 我们得马上启用备用方案 分头去通知那些收藏家 帮助他们撤离将军 我们分头行动 好 新上任的先兵总队长 为什么是他 家庭昭平 从小在中国长大 对中国十分熟悉 是帝国陆军学院 上一届最优秀的高材生 这些我都知道 可他一上任 便给我一个下马威 他这样做 我还怎么完成 收集古董的任务 可他一味要求 遵守什么法规 如果真的遵守那些东西 还怎么做事 样子 要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对不起 正因为你是我的爱家 所以我才要提醒你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 家庭昭平 他还在陆军学院期间 就已经帮助军部 扩获了几桩极其重要的 基要案件 被认为是近些年来 难得一见的人子 他为什么要来将军 做宪兵队长 原本军部 对他有更好的安排 可他都主动放弃了 这些机会 要求到将军来复明 至于什么原因嘛 我也不是很清楚 当然了 耳听为虚 眼嵌为实 我倒要想见识见识 这个家庭昭平 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 那么古董的事情 难道就这样放弃了 中国有句话说得好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这点小问题 我想杨子你是能够处理好的 嗯 是 进来 请 长官 陈老板到了 下去吧 是 陈老板 请坐 不不不 我这不坐了 陈老板既然已经来了 就大可以上所预员 只要你有能够帮助到我的线索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他们想跑 今晚就走 走到哪儿去 离开乡金 把所有的收藏 也一并运出去 陈老板 我要你把你知道的所有消息 一点不剩地告诉我 是 优谣 回来 优谣 爹 啊 啊 嗯 你啊 是不是你又把爹的茶壶拿回来了 茶壶 我没拿呀 你没拿 在这个家里 除了你 还有谁敢动爹的茶壶 嗯 但是我真没拿 还敢骗爹 把你两个小手拿着给爹看 爹 我没骗你 没骗我 那你把手拿过来 拿 没有 那一只 这只也没有啊 这只没有 往前摄一摄 没有啊 没有 爹 爹 老爷 有位叫家藤的来找您 家藤 王妇 家藤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伯父 我刚回来 我已从帝国陆军学院毕业了 伯父 许久不见 你老人家还好 好 都好 怎么了伯父 我写的信你们都没收到吗 我在信里跟锦荣都有提到过 有的收到了 有的没收到 我之前来信 我之前来信就是想告诉伯父和锦荣 希望把你们借到日本 去日本 我都成了王国奴了 老了经不起折腾 伯父 您多心了 我是为你们的安危着想 我这把老骨头 我这把老骨头 就是死 也要死在中国 就不劳你费心了 伯父 您放心 我现在是宪兵队的总队长 这里的一切都由我来分管 我绝不允许日防 对敦服有任何不敬的行为 臣没想到 刚回来竟成了宪兵队的队长 景荣不在 我就不留你了 我妈 送客 怎么回来 怎么样 其他人都准备好了 唯独陈老爷家没有动静 我听他们家庭说了 他中午出去之后 就没再回来 不好 我们的计划可能会泄露 我们要改变计划吗 对 我们要兵分两路 分散鬼子的注意力 明天一早就出发 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准备吧 你竟然会寻求我的支持 我还以为大眼特使 一向是我行我素的 加藤总队长 我们都是为天皇效力 希望我们有默契的合作 好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告诉我 他们的计划 好 也不知道那一队到哪了 我们的那些宝贝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可不好说 日本鬼子有枪有炮 诡计多端哪 反正我已经和跟车的说了 万一保不住那些宝贝 就把它砸碎了 万万不能落到日本鬼子手里 对 对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尽力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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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卫队形 是 你们要是开箱的话 吴董可就保不住了 把箱都给我放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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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 坏 上 上 上 哎呀 啊 哇 哎呀 過 哎呀 歪呀 Tous 快 啊 啊 啊 等一下 啊 啊 你 好 走 撤 沟通怎么办 回头再想办法 走 走 别追了 古董要紧 把东西给我带回去 这次我就先放过你们 我去看看 出发了 放下武器 你就是新上任的 献兵力队长 加藤招品 没害怕 交出东西就能活命 金柔 是你 没错 是我 金柔 没想到几年明前 你别话那么疼 少废话 让你的人退下 退下 金柔 你不应该这么做 你才是个美好的年纪 应该去求学 去恋爱 去找一个能让你一辈子幸福的男人 比如我 闭嘴 再多说一句 我就毙了你 我 我 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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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我 我 来 走 小心 带人掩护 拿拿着 不要练战 养护台带手队 撤 没好 没好 靳荣 你当年是那么美好而单纯 没想到 如今竟然成了抗日分子 什么 东西被抢走了 那小七呢 我让他跟着大爷秧子 看他们把古董藏哪儿去了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 在他们把古董运走之前 抢过来 他们不会今晚就把古董运走吧 不会的 这批古董 他们是要运回日本的 走水路 我们人说了 今天码头上没有日本的船 不知道我们还能征求到多少时间 明天 我就去码头上探探消息 锦荣 你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加藤怎么成了日本宪兵队的总队长 锦荣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说实话 我看到他并不惊讶 其实关于加藤 上次我能说的都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我家在日租界住过一段时间 他那时候是我的邻居 又一直 一直喜欢我 几年前他回到日本 去帝国陆军学院学习 那时候起 我就知道 他肯定会以一个军人的身份 再次回到中国 没想到 我的猜测全是对的 我们必须得想出一个巧妙的方法 把那些股东抢过来 不能够硬碰硬 走 加藤总队长 您找我 您把昨天的东西 都运回县兵队了 放心 我不会抢你的功劳 不敢 还要多亏加藤总队长协助 我知道 巴往日本的船 要七天之后才会开 所以暂时 把东西运到宪兵队里 派专人跋涉 你别忘了 宪兵队并不安全 不是早就有人暗中潜入 救走了犯人 这是我工作上的疏忽 我给你个地址 是个隐蔽的地方 我建议你把东西都放在那里 爸 您好 您好 请问下一班去日本的船是什么时间的 船现在还没有靠岸呢 怎么也得七天后发 好 谢谢啊 不用谢 老爷 进来 老爷 嘉藤昭平又来了 跟他说 我累了 不见客 好 端伯父 原谅我不请自来 景荣不在 你改日再来吧 伯父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景荣的事 景荣怎么了 我在之前任务的时候见到了他 他现在干的事情十分危险 恐怕随时会出事 我想问你 他最近有没有回家 如果他回来的话 请您告诉我 我会好好劝劝他 我跟他早就断绝了父女关系 你找我 我帮不上什么忙 小七跟我说 他亲眼看见他们把东西拉回宪兵队里 天亮也没有被运出来 我也打听过了 开往日本的船只在七天以后 我们有七天的时间 只要东西在 我们就有机会 可是东西在宪兵队里 我们又没有机会行动 难不成 再进入一次宪兵队吗 二人 之前有来 52分钟 我坐在那里 今天陈出宽兵队里 在这上班线里 最后可能 我坐在那里 我食物 一天 这些古董 我也只有在书里曾看到过 现在见到食物 果然是极品 清殿之里所有的古董 我要一份完整的名册 这些古董都价值连产 虽然这个仓库已经足够安全 但还是要加强防卫 每隔一个小时必须检查一次 这些箱子都要用红火器封住 必须做到万无一事 你是不是想到些什么了 一发 有真品就有艳品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把那批古董 从县兵队搞出来 而是怎么用假的 把那些真的换过来 而且能够忙过大爷样子 让他不再追查 你是说用艳品代替真品 你是说用艳品代替真品 这是个好办法 我知道现在有艳品 谁 巧手刘 我爹跟我聊起过他 说他对江津城里 谁家有什么宝物都门清 他家祖上一直做古董修补 到他这一带传偏了 做起了艳品的勾当 许多刚入门的古董玩家 都吃过他的亏 他家艳品又多又全 连当铺都上过道 近几年他名声臭了 也就落魄了 到哪能够找到这个人呢 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他 也没见过他 但我知道他好赌 好赌 那赌场里边人多了 怎么才能找到他 对 北宋的金康通宝 我娘一直让我待在身边 我想 这个一定能释助他来 好 真是个好办法 一凡啊 这样 咱们就分头行动 你和韩叶娜他上 继续盯住大爷杨子 防止他把那些古董转移 我跟萧綦到赌场去转转 会回那个巧手刘 好 嗯 你慢走啊 来 快 快 快点 那茶给您倒上了 您好 去吧 好嘞 能裹上吗 妈妈 你去看什么看 买定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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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注 下注 压大压小 我们压赶快压 买定离手 你开了啊 来来来 你这儿开了 好 好 这是干嘛呀 什么意思啊 这有多用啊 这什么玩意儿 跑到这儿糊弄人来了 50货 来 你们这儿有没有10货的 50块 你们谁买走 快走 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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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继续啊 接着压 接着压 买定离手 好 对 没错 这小手流欠你们不少钱啊 对啊 我怎么刚才转了一圈 没见上他人啊 你找他干什么 来来来来 来 拿着 是这么回事 他啊 也欠我不少钱 我就一直老找不着他 我想跟你打听打听 他经常什么时候来你们这儿 巧了 就今天没来 平时啊 天天都来 谢谢啊 慢走啊 天师傅 我回来了 小韩 让你去送个小配件 你又帮人家全都修好了吗 哎呀 举手之劳的事 哎呀 现在像小韩这样 能吃苦耐劳的人 真不多见了 难怪王老板其中啊 展叔啊 你快说 刚才那事 你们还记不记得 咱们江津北交 以前僻静得很 啊 我跟你说啊 那天啊 我从那一路过 看见那巷洞里啊 还灵着灯呢 我还以为是鬼火呢 想来个笨子 陈师傅你可真能虚无 这世上哪有鬼啊 我没骗你 里面啊 全都是鬼 日本鬼子 啊 日本鬼子 那日本鬼子 在那么偏僻的地方 干什么呀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刚想靠近啊 就被他们逼走嘛 哎 不说了 来 喝 来 来 老板 您来了 瞧手刘 今儿来了没 瞧手刘 就在那儿 我就在那儿了 我打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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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啊 让我这点不聊 让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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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我去端不了 把那拿拿拿去 没了 都说完了一分都没了 没了 没了 我打你了 怎么回事呢 我打你了 来来来 那位有眼光的啊 你们看看 谁把我这宝贝收了 不信我就是翻不了本 一个铜板 什么玩意儿啊 骗人的吧 一个铜板 你还想玩这个 说什么的 什么铜板 你生识货啊 海神的呀 你再说去 别理他 什么意思啊 别理他 玩咱子 来来来来 继续压 继续压 这东西不是先生的吧 看起来还是您有眼光啊 这是我昨儿个刚得的东西 这东西好是好 可如今不是太平年间 卖不出价了 再说 小鬼子盯着呢 别跟我说这些啊 要你就拿走 不要别跟我啰嗦 你要是不显实 这些你拿去拿 好嘞 你拿着啊 来来 压大 来来 抓吧 来来 抓吧 好 随便 优优独的 极度的 乔首流 你们怎么进来的 愿赌服输 你们不会是来 想把东西抢回去吧 真的是乔首流啊 你放心 没人抢你的东西 我们是想请你帮个忙 帮忙 什么忙 我们想 买你手里的一些东西 不卖 刘先生 您是不是怕我们出不起钱 我只和买卖人谈钱 可你们不是买卖人 刘先生 我们可以按买卖人的规矩办事 我五年前就经盆洗手 不做这一行了 还有 这是端服的东西 我不能拿 你们请回吧 刘先生请您 请回吧 刘先生 不打 刘先生 什么的 我在里边晒的菜肝我收一下啊 行行行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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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东西在里边了 你走 我收完了就走 走 快点 走 快点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走 快点走 我开 我开 听他们的口音应该是日本人 防守这么严密 里边一定藏着非常重要的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看 仓库的位置在这里 这是北郊的一处巷录 平时很少也能出入 仓库里放着一些箱子 箱子都是用红火漆封珠的 可是我们并不能确定 箱子里面就是古董 是古董的可能性很大 通过我的观察 发现一日本兵 每隔一小时对仓库检查一次 检查的时间大概是五分钟左右 而且仓库的周围布满了日本便衣 这个消息很重要 县兵队曾经遇息 家堂和大爷知道那里并不安全 把那些古董放在一个不起眼的仓库 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还好你们得到这些消息 否则我们就会中了家堂的轨迹 把所有力量都放在调查 宪明队的仓库上 家堂昭平行事谨慎 思路缜密 不是一般的对手 可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乔首流不肯帮忙 而且日本兵继续检查仓库 如果不能够及时地把贾古董 运进仓库 那我们偷粮换住的计划就都作废了 乔首流引退江湖 一定有他的原因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 或许能够说服他 重出江湖 乔首流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你们继续实施换东西的计划 必须要从仓库里边偷一个箱子出来 复制出来一模一样的箱子 用火器都带有徽章 稍有差错就会露出破绽 所以必须要复制一个带有徽章的箱子 好 思考 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孳盛 主婚 孳盛 姐 你看叫涛 娘啊 给对面那个周老六 去 editions看 别走开呀 把这个给你骂 很久没出现的阳光 硝烟随着烽火飘荡 眼神中不去的倔强 迎战无言的反抗 信仰从不曾遗忘 战斗在心中大响 多少奋不顾身的坚强 再次坚定了梦想 漫长热血在心中流淌 默默融化世界的荒凉 愿这片大地能幸福安详 绽放和平的芬芳 漫长热血润红了眼眶 看尽天下痛苦和哀伤 已削柔之举宽阔的臂膀 拖起明天的希望 拖起明天的希望 漫长热血在心中流淌 默默融化世界的荒凉 愿这片大地能幸福安详 绽放和平的芬芳 暖墙热血润红了眼眶 看尽天下痛苦和哀伤 已削柔之举宽阔的臂膀 拖起明天的希望